好 那麼社會之所以可以 盡速的來確認是米效菌酸 原來是因為彰化基督教醫院 在第一時間是無償來提供了標準品 才能加速檢驗速度 詳細的內容交給蕭涵 好的 沒錯呢 這一次的保齡的中毒案連是震驚全台 那這一次之所以可以加快 找到這個毒素的來源 很關鍵的就是因為張基醫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立下了大功 那我們來幫你介紹一下 其實張基醫院 它是在中台灣歷史最久的醫療中心 而且它也是唯一在彰化 雲林 還有南投的醫學中心 所以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它其實早在2009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所謂的毒物中心 而且擁有20個檢驗實驗室 那大家這次就很好奇說 其實米效菌酸 其實你我應該很少聽過 那為什麼張基會有儲備 這樣子的標準品呢 而且這樣子豪克 0.5毫克大概就要38000元 其實要價不菲 其實張基醫院有給出答案 他們說因為其實在彰化這個地方 其實是農業還有輕工業的種地 所以很擔心說說可能有一些意外的發生 導致中毒事件 在過去他們也有經歷過 所以也會出放比較多類的所謂的標準品 未來發生事情的時候 可以來做快速的比對 但是在過去我們要跟你提一下 在中部其實有非常多的中毒事件 跟張基是有關聯的喔 第一個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2011年5月的時候 在南投新印箱的一起 四死的殺人案件 原本其實他是四個人疑似食物中毒喔 所以趕快送到張基搶救 但是仍然不幸不治 然後那時候因為裡面呢 是有原住民 所以很多人說他們是會吃了 這所謂的醃的山豬肉 導致所謂的是肉毒感菌中毒 因為人家發現說呢 死者是表情是詭異的微笑喔 加上還有就是像是彎曲公狀的 所謂抽筋的現象 但當時的毒物權威專家林杰良醫師 他就有說 他覺得應該是所謂的葡萄催芽劑中毒 而事後也發生了 沒錯 真的就是這一個毒 然後也讓整個案件有個翻轉 變成從中毒案變成所謂的情殺案 因為他就把這個葡萄催芽 放在米酒裡面 接下來我們再帶你看到的例子 你有可能還記得嗎 曾經是因為很早期的 所謂的食案意外 就是這個1979年的米康油中毒案 這個真的比較久了 那當時是一間油脂公司 這個所謂的多綠聯本外漏 所以導致油賣到了三到四個縣市 超過兩千人受害 結果當時為什麼跟張基有關係 其實張基收到一封信 說他全家有八人好像皮膚出現了異常 才揭開了整起事件的秘密 然後另外一起 其實毒蠻牛案是在2005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有印象 就是所謂的這個蠻牛 他被注入了所謂的氫化物 導致一人死亡 而且後來抓到這個凶險 他也坦承 他就是要模仿所謂的森永殲滅人事件 所以不管是過去的例子 跟張基自己本身有接觸過的 所謂的中毒案件 或許都讓張基覺得 應該來儲備所謂的標準品 多樣的標準品可以提供自己 來在應應這個意外發生的時候 可以快速做比對 而沒想到這樣子一個提前部署 也造成了這一次 可以做一個推力 讓所謂的保齡的中毒案 也能夠快速找到毒素 以上是這集的推播最新 保齡食物中毒案 29號完間又有最新進展 衛福部認為 目前元凶就是米酵菌酸所引起的 總共有8例較重症的個案 包括有2例死亡 5例還住在加護病房 以及1例住在一般病房的個案 通通檢驗都是米酵菌酸陽性 那這是最新的一個檢驗結果 重症的病人幾乎都是 全部都是有驗出米酵菌酸的陽性 所以我們可以說很確定 那這個食物中毒的事件 應該是米酵菌酸所引起的 同時王碧盛也強調這起食物中毒案件 目前限縮在A13的保齡茶室 沒有外擴 其他民眾不要過度驚慌 董事宣傳新聞 中心綜合報導 台北市我們目前掌握的案例數 總共有14例 目前沒有新增與保齡事件 有相關的重症案例 保齡茶室爆發食安爭議 台北市再新增3起案例 來到14例 中央衛福部統計21例 只是重症患者病情持續惡化 某一位目前除了肝腎衰竭以外 腦部也產生了病變 所以看起來這四個案例 在家務病房中都有持續的惡化的情況 不過我想醫療團隊正捷徑一切的努力 在搶救當中 中毒案已經導致兩死 只是保齡茶室負責人李仿軒 投保的國泰產線兩張保單都失效 受害者原本擔心求償無門 北市府趕緊想辦法 我們今天也約談圓百 以及保單公司國泰產線 那在我們的要求之下 達成了共同的結論 A13的保單事件 有包含在圓百的保單禮賠範圍之內 這張保單的額度有數億元 所以相信應該是可以 Cover這一次的大部分的損害 那我們也很感謝遠東還有國泰 他們對社會企業的責任積極的面對 那這一次的保單裡面 其實還有一張是新安東京 但是新安東京還沒有給我們明確的回覆 保齡的惡劣行徑 不只沒依法投保產品責任險 提供營業場所據點資料不實 北市府依照食安法規定 重罰250萬元 我們保全那些的鑑識器 還有一些手機 目前仍然在分析過濾當中 另外北市衛生局 也將與台大醫院榮總一起採購檢驗標準品 就盼盡快取得標準品提升檢驗量能 東森新聞李鈞葉廷在台北什麼的 24號新北市的通報 就是在一個共同平台上面 他當這個案子開案 然後通報中央 同時台北市也知道這個訊息 保齡茶室實安風暴 民進黨直指北市府通報系統慢半拍 台北市長蔣萬安還原時間序 是後來到25號26號才有這個醫院進線通報 在這個平台其實我們和中央一樣都是獲釋這樣的訊息 然後也即刻地採取現場的擊查 新北第一起案例 24號即刻通報中央與北市 蔣萬強調一切按照程序 在26號他們才能夠確定是依照中央的標準認定是輸中毒 24號當前去擊查 第二任再去擊查 同時要求改善確實即刻的相關作為 那也符合中央他們所認定的標準 但被民進黨批評的 還有北市府錯認保齡供應商 紅旗食品行恐怕造成業者聲譽大受打擊 所以昨天局長其實說得很清楚 他不是直接供應商 沒有說他直接供應商 是中盤商 但保齡食安風暴持續延燒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此時跳出來酸溜溜地說 其實從那個虐童案你知道到這個實案的案子 其實還是要認真工作 有反應大概螺絲鎖緊一點 我們面對的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米肖菌酸的食物中毒 勝任團隊絕不鬆懈持續轉動 我們工作也不分實地 會持續做事繼續努力 真相一日沒釐清 民眾恐慌就一日難消 政治口水恐怕也不是民眾樂見 東三新聞李鈞葉廷在台北重道 看著事情 然後我當事人對這個事情他也是非常的緊張 然後很懼怕 很沒看過這樣子的場面 業者先跟大家致一個歉 造成大家的慌張 真的很不好意思 保齡茶室釀成梁子 負責人李仿軒 從證人轉列過世至死登罪被告 29號4號 監方預令五包請回 他終算面對鏡頭 但全程都只有砸錢聘請辯護的知名王牌律師 劉少明發言 李仿軒雖然戴著口罩 但男眼眼眶泛淚 臉頰撞紅 在鏡頭前鞠躬十來秒 他自己的爸媽 有到店裡面去用餐 然後用的也是果條 果條沒有用完也是帶回家吃 只要大概講一下 只有鞠躬沒有任何發言 李仿軒曾在26號受訪聲稱 賣的全都是素食很安全 他向檢警工程在家鄉馬來西亞 賓城也都是在大太陽底下 大火快炒沒有出國問題 食材管理的狀況知道嗎 列位被告的還有他王姓店長 29號白天跟負責人李仿軒 各自從住處被檢警帶走 先在刑事局偵訊後移送北檢部去 王姓店長同樣無保請回 而遭傳喚盜案的關鍵人物之一 還有周姓廚師 19號到26號共8天請假 不過相關人說辭有出入 檢警要加以比對 同樣將他列被告 這件事沒辦法說啊 越南籍的胡姓廚師 強調自己只負責烹證 復訊後無保請回 統整目前列為被告的 包含負責人李仿軒 王姓店長周姓廚師 以及代班的胡姓廚師共四人 逐境檢警大動作 聯手追致命內情 東森新聞社會中心 SNG小組在台北報導 海坦做政策 如往 觀 王姓廚師共四就 排大 加毒 網 感谢观看